追悅其實有公佈5倍券的規劃 想問部長 去年你3倍券是怎麼花的 買了什麼 今年 就是可能會想說要怎麼花這個5倍券 我喜歡吃那個花生乒乓 所以花了1000塊錢 買了 那個花生乒乓錢 今年我還沒想到 但我想 每一個人都有他一個用途 有一個期待 希望能夠對臺灣的經濟 尤其我們的庶民的經濟有幫助 我想那是一件好的事情 針對人 會有進來的BNT疫苗 所以我們先 就先開放 新增這個BNT疫苗 在預言平臺把它列入選項 那這個醫院登記 從8月28號 下午2點 就14點 重新開放 那請民眾盡速去完成 醫院登記 今天中午我們有一批 已經那個26.5萬劑的AZ的疫苗 那今天中午已經到臺灣了 AZ 我們大概根據現在的進貨量 安排在第七輪來打 那主要還是要擴大第一劑的量能 但是也會保留一定比例 給錢要打第二劑的長者 來做施打 第七輪的規劃 目前已經有一個初步的 方向嗎 就是打AZ 那會開到什麼年齡層 第二劑的人要怎麼處理 這部分有沒有一些 比較細的一些進度 謝謝 這兩天會跟大家來報告 你知道 我們在等什麼 我們在等這個疫苗 有沒有確實到了 是指這一批嗎 還是說還會有AZ會到 那這一批 這一次的AZ疫苗 大概風天檢驗什麼時候會完成 這風天檢驗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基本上像AZ大概都可以在7天 可以來完成 那就是因為還有一些 期待 但並沒有把握 所以要稍微 所以我才說要稍微等一下 所以意思是說還有其他的期待 正在可能會 在空中飛來飛去 對 有期待 但是現在目前還沒把握 我要確定 一些時候 那才安排那個量能會比較 比較剛好 問部長可能就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 因為防疫有存的關係 現在臺灣也要進入 振興階段 那像昨天 正月其實有公佈5倍券的規劃 想問部長 去年你3倍券是怎麼花的 買了什麼東西 這樣 那今年就是可能會想說要怎麼花 這個5倍券 去年的 去年的3倍券 我記得我有 其中的有一個1千塊去買了冰棒 這是有印象 因為晚上剛好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有印象 我喜歡吃那個花生冰棒 所以花了1千塊錢買了 買了那個花生冰棒錢 今年我還沒想到 這樣5千塊帶來買冰棒又稍微 多了一點 當然我想每個人都有他一個用途 有一個期待 那希望能夠對臺灣的經濟 尤其我們的庶民的經濟有幫助 我想那是一件 好的事情 部長 今天早上在廣播節目有提到說 BNT的現貨是台積電來告知的 那有被外界說 是不是想要淡化郭董的功勞 我們怎麼看外界 這些聲音 謝謝 那種講 那個就是無聊 要淡化 那事情是無聊 那早上訪問的時候 我也講得很清楚 我跟郭董事長 一直都有保持一個電話的聯繫 政府他要出國 或是要出國 回來之後 那只是 我只是就是 很清楚講 他們三家公司都有一起 三個企業 都有一起在聯繫 那只是由台積電做一個窗口 來跟我電話通知 這個事情 相關的這些報導 應該是還跟事實沒有相距很遠 說民間團體 非常的熱心 包括 郭董也好 或是台積電 吃雞也好 大家都是不斷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來積極的來促成 那至於我們接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大概三個 鐘頭就決定了 郭董他去催貨的這個BNT疫苗 有195萬劑 要來臺灣 那到貨時間是9月1號 核生有寫 復必泰的字樣 那這個疫苗的評審上面是有寫 這個新冠病毒的簡體字 是想問一下說 指揮中心有可以證實這樣的訊息嗎 相關的這些報導 應該是還跟事實沒有相距很遠 不過到貨的日期 到現在還沒有確定 簡體這些復必泰本身就是 簡體字 首批來的BNT疫苗 有傳出說原本是要送往土耳其 但是我們有爭取到 其中大部分的疫苗優先 轉讓供應給臺灣 想請教在這之中 有沒有 就是負責相關的人員 或是細節可以幫我們說明 謝謝 就是有這個上海復興他們所訂的一個貨 那因為在中國這邊還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變成一個在現貨上面 大家都在爭取 那經過我們不管是從鴻海台積電 到慈濟 那跟我們政府單位 大家都是中央 跟民間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把它爭取過來 可不可以細講一下 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們這邊接貨通知知道有這批疫苗有現貨釋出 那我們是中間有什麼樣的一個顧慮跟考量 然後大概在多久決定 多久之後決定說 我們要這一批疫苗 那這個疫苗 達到這批疫苗 是不是跟郭董到歐洲 去催貨有相關聯嗎 我還是講就是說 這個是 大家就說 應該說民間團體非常的熱心 包括 郭董也好 或是台積電 吃雞也好 大家都是不斷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來積極的來促成 那至於我們接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大概3個 鐘頭就決定了 這一批DNT 因為是中國不要的現貨 我們決定買 的時候就知道上面有負弊胎的字樣 那當時有考慮標籤名稱的問題嗎 有沒有跟府院高層來回報這一點 這一次在跟BNT談判的時候 我們有希望這整體的一個施樣的一個要求 但我們從來沒有因為這樣的一個要求 而妨害了我們要及早取得疫苗的 這樣的一個決心 但是我們在簽約的時候是有要求 就是說 希望這個字樣應該是怎麼樣 所以在第一個時間的時候 購買方就是在台積電鴻海 跟這個 慈濟這邊有來通知我們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 一個 評審或者這個外包裝裡面 跟我們那時候的要求是不同 那我們 是不是同意購買 那我們就同意 同意就是說 還是認為 主要這裡面這是內容物最要緊 那它的安全 有效 才是我們所關心的 助席指揮館 所以這就是你剛剛說的三小時 就決定的事情 謝謝 有一個說法是說當時沒有辦法跟新加坡 來搶疫苗 是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簽約 是嗎 那時候我們根本就 沒有那個能力就是說 不是沒有能力 就是因為沒有簽約嘛 我們根本沒有那個 手頭上 可以去買的那個條件 未來進來的BNT會按照我們原來的規劃嗎 或者是同樣有簡體制的復必態 或者是 這相關的字樣 我們也會讓他進來 那未來的 處置方法是什麼 計畫內的 計畫內購買的是 不會有這樣的字樣 但是如果中間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可以 爭取到貨源 那我們也不放棄